爱看这样子的动作骗大人 千万要提醒小朋友 动作太危险了 不可以学 不可以模仿的 台中县大雅相就有个八岁的弟弟呢 想要学电影《蜘蛛人》 来攀岩走壁 结果呢 竟然从自己家的三楼阳台 想要爬到二楼 结果卡在冷气窗台 吓死了 这名八岁男童卡在自家民宅的 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冷气窗台 他吓得全身发抖 脸色发白 两腿发软的 跌坐在地上等待救援 就趴着嘛 他就趴着跪着 趴着跪着这样子 然后再来哭啊 真的哦 妈妈 那时候只有我在家 他就来叫我 男童一动也不敢动 妈妈看到这一幕吓坏了 为了避免男童慌张乱动会往下掉 父亲和邻居分别站在二楼和三楼的阳台 以手拉人稳住男童 再有消防队员爬梯子救人 就是很不知所措 然后他们那个有他们两个人 在上面叫他不要害怕 男童身高不到一百公分 这个冷气窗台的高度也差不多一米高 消防队根据地形观察 研判男童可能是太调皮了 想学电影蜘蛛人 从这边掉出来 然后之后他是卡在这边了 大伙抢救男童历经十五分钟 终于化险为宜 男童平安地回到地面上 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还好当时他幸运地滑进这个冷气窗台 没有一脚踩空 否则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中文新闻李梦章 陈磊如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